這個放了好幾天已經爛掉了 因為下雨下的這麼多 這個就要換過了 廟後人員將暖氣的水果拉起來 換上新生的水果將中地做一個經歷 更是向北岡村撇群共 這禮拜回來慶祝五十年一次地坑最久 地坑人士特別發揮的創意 用農第三片跟一些火花 搭造一個台灣島 這個很特別 根本檢調有一些像浮渣一樣 我們就用一個噴釘 噴釘把它稍微修一修 它就會一點一點黑黑 再上去就很漂亮很亮光 也沒有一點一點很明顯 就很漂亮 一個很漂亮的裝飾 我們希望能夠提升 把在地的文化 在地的特產 一起呈現出來 高昇雅燈電在南方 在那裡做的花梁飽在中台灣 也有這組用鐵鴨加上火爐做的 縮小飯煮米糕 就是希望大家走過橋下 可以享受米飯 這麼特別又美麗裝飾品 也讓很多民眾 提到興奮機 趕快留下紀錄 在這邊工作 在這邊工作 那你們覺得他們這個設計蠻特別的 對啊 很有它的創意 還有符合當地的民情 跟你一般參加廟會那感覺不一樣嗎 對啊 很 它是50年一次啦 所以讓我感覺到很隆重 經過這邊就會讓它吸引住 想要下車來看餐館一下 拿到杯堅信向天上聖廟來祈求 希望可以應用聖杯 為了要慶祝這52次大聖書 廟方在信眾的吉祺之下 特別準備三組金糧 分別是一粒冬到五錢以及三錢 在外甘期間任何民眾只要貫一百塊來擲杯 看誰擲到聖杯最多次 就能將金糧帶回去 第一次如果擲小杯可以繼續一次 少年我們來比到 什麼人擲最多杯 在聖火聖杯一天 晚上10點 我們就頒獎 擲聖杯無限這幾次 每天都可以來挑戰 在火場裡面 在那裡有火場 也還有古商品的電欄 經過外甘期間 將來這禮拜 打不到最五條 歡迎大家最頒獎來祈禮 即將自己採訪報道 好